我去买点冻梨冻柿子吃 我都二十多年没吃过冻梨冻柿子了 水果店就卖冻梨冻柿子 冻柿子咋卖的 冻柿子四块 冻梨呢 这是花盖梨 这是苹果梨 这是白梨 来个大柿子 今天真冷 冻得手疼 我再买点瓜子去 这是卖瓜子的 哪一个瓜子香啊 来这个 多钱一斤呢 到家了 得把冻梨冻柿子放在凉水里解冻 用我们东北的话说叫欢一下 不能用热水 因为用热水外皮化的 中西人还没化 而且影响口感 解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还没完全解冻 外边有一层冰壳 把这冰壳掰掉 现在是不软不硬 吃着正好 吃个梨 就这个梨 半硬半软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你这个状态把它切了之后沙沙的 吃着感觉像冻里柳那种感觉似的 看 我真都二十年没吃这个冻梨了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买啥我吃啥 我妈不买啥我也不吃啥 后来我妈不买了 我就忘了这个冻里这个事儿了 哎呀哇 这两个 挺甜的 这个皮吧 有点硬 吃的时候最好把这皮注出来 平时买的梨也没感觉这么甜 这个喝完之后 这个冻里感觉吃的特别甜也不知道是咋的事儿 这冻里吧还有个吃法 把冻里扎个眼儿把里边汁挤出来 看哦 这个是一个梨 我一共挤的这些梨水 全都是梨水 纯纯的 哎呀这个梨水好像是甜的都厚听 不知道咋的事儿这么甜的这碗子 这里也没放冰糖 特别特别甜 现在是凉碗的 感觉清新皮的 特别好喝 这个冻里吧 还有一种吃法 前一阵我姐和我姐夫咔咔咔咔 然后用这个方法还挺好使 就是如果在农村的话就放在炉壁子上 如果在城市的话呢 你就放在大铁锅里 烤这个冻里 最好是拿这种小的梨 叫滑盖梨 因为那种大梨吧 它烤不透 就是把这个锅烤热 然后把这个梨放在里边这么来回骨骼 骨骼的里边都绷皮了 然后汁都冒出来了 就里边这个糖吧 都变成糖浆了 然后就可以吃了 咱再尝尝这个柿子 有小柿子和大柿子 我为啥不愿意吃柿子呢 因为这个柿子买不好 特别特别色 色的你都吃不了 看 还行 不色 你看这个皮也挺硬 最好皮也别吃 看 大柿子 还行啊 这二十多年没吃柿子 吃这一口还行 一点不色 以前我几乎小时候吃的柿子可色呢 也不咋整 跟你说 还有一个是啥呢 就是我们东北管所有的柿子都叫柿子 不分你是冻柿子 还是西红柿 还是番茄 还是树上长的 还是地上接的 反正我们都管柿子叫柿子 我再看这小柿子啥味啊 是不是 哎呀 是咋冒了呢 我看没咋吃呢 就冒了 他们看 冒了 哎呀 里边还有籽呢 哎呀 我感觉小柿子没有大柿子好吃 吃点冻驴吃点冻柿子 然后再吃点瓜子 我老公不在家上班了 我自己在家自娱自乐开谈话会呢 谢谢大家